戴着手铐脚镣低着头 遭到警方移送的 就是50岁的公信嫌犯 他从安养院接回 妈妈和哥哥却又觉得无力抚养 居然打算饿死两个人 行动前他到卖场买了蓝色胶带 封死门窗 撒上石灰粉 又摆了张脑丸 企图盖过湿臭味 高雄地检署认定公信嫌犯 犯下杀害直系险亲 遵亲署 起诉求处即行 我小区还挟钱 还挟很多钱 去到台南的廟到夺 警方调查公信嫌犯 因为沉迷堵不电玩 和先堵冰果 5月底请安永院 把妈妈跟哥哥送回家后 决定要饿死两个人 导致78岁的母亲 在6月初死亡 隔三天哥哥也死亡 他还能当没事的 跟朋友一起聚餐 直到月底卫生局上门时 没发现他人瘾 这才知道 他先临走的妈妈 跟哥哥的补助2万元 就躲在网卡里 直到7月初 姐姐回家开门 这才让命案曝光 我看我也觉得应该 他那很好 他老婆中风料 他不是说用 他老婆存的钱 他给他开 他总要 总要给他送 他管老婆送这会 送他用后 公刑嫌犯有法定抚养义务 却把妈妈跟哥哥 接回家后 连水都不给喝 还在事后写遗书 故步遗震 想要为这潜逃的心态 更让检察官认为 男子没有令人怜悯宽恕的地方 记者李中仁 高雄报道